我爺爺特别喜欢吃海鲜 但他从来不吃带鱼 在他八十九岁生日那天 突然念到想吃带鱼 他说那是家的味道 各位旅客请注意 您乘坐的由台北飞往宁波的MQ2010次航南 现在开始了 谁呀 楠楠 这里是娃娃的家吗 我是啊 我是王阿根的孙子 阿根的孙子 都这么大 你爷爷呢 我替他回来了 快进屋 快进屋 再来那点吃个便饭 这就是我们这小眼睛带鱼 你爷爷就爱吃这一口 好吃 这要是带太奶奶活的时候啊 哎呦 那做的比我好吃多了 这么多年呢 我们给你爷爷 写了好多封信呢 都给退回来了 哎 我想起来了 你太奶奶临走的时候啊 还给你爷爷留了几句话呢 我给你拿了 你听听啊 好 阿根啊 你从小啊 就胃就不好 吃东西啊 在外面 自己可要注意啊 你腿脚也不好 要注意穿着暖和点啊 哎 带鱼啊 你从小就爱吃 我现在年纪也大了 说不懂了 叫你妹妹啊 做个女事 阿根啊 妈呀 真的想你 妈呀 听着吗 我心里utors 是什么 烟火 我心里 估计 我心里 算是老是 老是 老是 老是